过年下酒菜油炸花生米,最近直接下锅炸,难怪做出来的不好吃,还容易回潮 焦你一焦,又香又脆,还不焦,放上一两个月还酥脆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群森林求关注 首先,把不好的碎掉的花生米捡出来 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再加入适量的白醋 把花生米清洗一下 加入白醋,可以让花生米更加酥脆,还可以去除一些苦涩味 清洗好之后,直接控水捞出 放在晾网上,晾干表面的水分 如果着急,可以用吹风机吹一下 现在的花生米表皮已经晾干了 接下来,锅里倒入适量的菜籽油 用菜籽油炸出来的花生米会更香,更好吃 然后把花生米凉油下锅 这里大家要注意,千万不要等油热的再下锅 那样容易把花生米炸焦炸糊 而花生的里面还没有熟 我们先来开中底,慢慢的炸上两分钟 炸花生米一定要有耐心 刚开始炸的时候,由于花生里面有水气 所以油会比较浑测 一直炸只能听见噶哩啪啪啪的声音 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炸上两分钟 期间我们要不停的搅动 然后关火 用铁锅和油的余温继续再炸上两分钟 这样炸好的花生会比较透 时间到了之后,我们再开中火 继续炸上两分钟 一定要开中小火慢慢炸 火大了,花生容易炸焦炸糊 这一步子是非常的关键 这样炸出来的花生米吃起来口感不会干涩 炸的时候也不易脱皮 炸至花生微微发黄即可捞出控油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高度白酒 趁热,炸上一瓶盖 这样可以使花生米快速的降温 还可以延长花生米的保质期 就算放上一两个月也不会回肠 吃起来依旧嘎崩脆 我们用筷子搅拌一下 可以使花生米凉的更快 相信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刚炸出来的花生米是先放盐 还是放凉了之后再放盐 如果刚炸好之后就放盐 食盐就会迅速的融化 这样花生米的卖像就不好看 如果放凉了再放盐 盐就沾不到花生米的表面 所以出锅之后用筷子搅拌下两分钟 这个时候再放盐 无论是品相还是口感 花生米都会非常的好吃 这样炸出来的花生米 吃起来特别酥脆 不年期间当作下酒菜 或者是小零食都超级的美味 炸花生米的小技巧您都学会了吗 如果觉得有用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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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能购乱